三三提示問你要把這個木塊往下壓恰好完全沒入水中需要施力多少克重 那我們當然要先去回頭看前面所告訴你的一些東西 這個水本來有400毫升然後呢有100立方公分的立方木塊 然後丟下去隨便上升到460像這個圖形 然後問你要把這個木塊完全壓到水裡面我需要施力多少 那麼這個東西有幾個不同的解法 第一個想法就是我如果要把它完全沒入水中 我就要多抵抗這一部分目前還沒有在水裡面在水中會產生的浮力 那麼原來是400後來變成460所以表示沒入水中的體積有60 那麼整個木塊的體積是100所以呢上面還有40立方公分在外面 然後等到它也沒進去的時候就會多出了浮力 我的施力就要抵抗這個浮力那麼浮力的大小我們講過浮力 一定是一定是液面下的體積是一定是BVD 所以我現在的體積是40立方公分 墨入水中它的密度是1 所以40乘以1答案就是40 所以我就知道我的施力呢要有40克重 這是第一個想法來讓我知道說我應該要施力40克重的 我們還有第二個想法就是老師教你的所謂的力的問題要想要三個步驟 凡施力的問題就要問自己三件事 一誰受力二受哪些力三合力是多少 第一個問題是誰受力我們知道這個是這個木塊受力 第二個他受幾個力他有受到三個力 一個是重量向下一個是浮力向上 還有一個就是我所謂的下壓力量向下 所以我總共三個力 第三個問題合力是多少 他沒有動所以他的合力是0 所以向上力會等於向下力 第一個重量是多少 題目裡面並沒有給我重量是多少 但是我看到他丟到水裡面是浮起來的 有一個重要觀念叫做浮力 浮體的浮力會等於物重 所以浮力有多大 就要東西的重量有多大 而我們知道浮力一定是液面下的體積 乘以液體的密度 那麼現在他排開的體積多少 原來是400後來是460 所以他排開的體積有60 然後液體的密度是水 液體是1 所以他的浮力算是60克重 那因為浮力會等於物重 所以我們就知道我們的東西的重量呢 是60克重 再來就是我現在浮力有多大 那剛剛跟你講過了 浮力一定是在液面下的體積 乘以液體的密度 一定是BVD 我現在整個木塊都沒入水中 所以沒入水中他的整個木塊體積就是100 那麼他的密度呢 是1 所以答案就是100 所以整個浮力呢 有100 所以呢 現在有100的浮力向上 還有一個60的重量向下 還有一個手的F拉力向下 那我們就根據我們剛剛講過的 合力要是0 所以向上力會100 要等於向下力呢 60加上我的F 所以我就可以算出來呢 我的F就會等於40 跟剛剛答案當然是一樣的 所以呢 不管我怎麼樣的算 用怎麼樣的想法 我都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我的手的向下的施力 要會等於40 所以呢 這一題的答案呢 我們要選擇的是B 40克重 所以第三題 我的手要向下施力40克重 才能夠使木塊完全的沒入水中 我們答案選B